這集我們會繼續講 Inkscape 我們會實際畫一些幾何學的圖形出來 一邊實際去做一些例子 一邊學習如何使用它 我們馬上開始 首先在 Inkscape 中 我們會開啟一個新的File 通常我們會按Ctrl Shift D 就會開啟一個Toolbox 叫做Document Property 這裡我會設定A4 因為我們學校的印子是A4 或者我們設計圖片多數都是A4 也就是210mm x 297mm 上面的Display Unit我會用MM去做單位 設定好之後就可以了 這張是一張A4紙 我們畫完圖後就會改造圖的大小 就會剛剛配合到整個圖 一會兒會教大家怎樣做 第一個圖 所以就多一點有關File Type 那些東西去講一講 假設我畫一個圖 畫完之後 你就可能會問 我畫了長方形 一會兒想匯出的時候 匯出做什麼呢 有幾個選擇 Inkscape 如果你想保留它 改正的所有東西 資料 下次可以再改的話 它有一個Native的檔案 就叫做SVG檔案 如果你File Save 你便會把SVG檔案 建議你去Save做SVG 你看到這個InkscapeSVG 你就改名給它 save在你想要Save的位置 你下次再開這個SVG Inkscape就會看到 是一個Vector Graphic的做法 什麼都已經Save了 這樣 如果你想匯出Word 的話 常見的一種做法 就叫做PNG 但它不是最好的 我都教大家怎麼做 Ctrl Shift E Ctrl Shift E 你就會開了一個 叫做Export PNG Image 的一個部分 這裡它會問你想做哪一個部分 如果你按Page的話 它就會整個Canvas 現在這個A4子 就做了一個File 如果是Drawing 的話 那就是有東西的部分 它自己detect 它會拿一個 有畫的部分 它就靠緊了 然後它說 這個部分是有東西 你就可以順手設定 Width Heist 這些是自動的 還有Dpi Dpi越高 File Size 越大, 越精細 File Name 選擇 Export As 選擇一個位置去 Save 最重要是選擇後, 要按 Export 不按 Export, 選擇 Export As 不會 Export 要另外按 Export, 才會 Export Export 會是 PNG 檔案 在 Word 加 PNG 檔案, 就會把這個圖放進去 但是 PNG 有什麼不好呢? 就是 PNG 根本不是 Vector Graphics 所以它會受像素的限制 也會很精細地表達出來 如果你想在 Word 進去 又想 Vector Graphics 刷出來會漂亮的話 其實最理想的就是把這個圖放進去 把這個圖放進去做 EMF File Save As 一個 EMF File 在 Save As 的時候, 在這裡選擇 EMF Enhanced Meta File 選擇 EMF 這個圖放進去 平時小聽一點 但這個圖放進去是最漂亮的 接受它吧 在櫃圖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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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會做一下 如何去做一下 把圖放進去 把圖放進去 那我們的做法是怎樣呢? 現在我畫了一大堆的圖放進去 在櫃圖放進去 我想把櫃圖放進去 我們選擇了我們要的東西 再按Ctrl-Shift-D 去召喚剛才用過的Document property 這個Document property 如果你放進去右邊的Tool Bar 就會令到它鑑長要整闊了 所以我通常都是用的時候才開出來 不用就關掉它 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有一個 叫做Resize Page to Content的選擇 在這裡上下左右 我會分別給它2mm 就會有些虛位給它 選擇了之後 我就按這個 Resize Page to Drawing or Selection 之後我們按Ctrl 就看到我們這次的圖 就剛剛好在我們畫了的東西 上下左右割比了2mm的虛位 這個圖的大小就剛剛好 甚至你highlight它 它的大小就會看到是39.575 和5.828 大概是4cm x 5.5cm的圖像 你把它放進去Word就會這麼大 很帥的 平時我畫圖的話 最終的圖像是5cm x 8cm 高是5 闊是8 如果要拼去右邊的話 通常都是差不多這樣的大小 5cm x 8cm 現在可以很精準地決定大小 原先我拍這條影片的時候 不是想說這些 我想說Ratilinear Figure 但是怎樣都好 現在講了這些 都需要講一集 去將這些匯出的情況 匯入的情況 去講清楚 最後我示範了 如何把EMF 去Save 或者放一顆Word 這樣 那麼 Output去EMF 然後按OK 然後呢 我們就會 Save了在Desktop 譬如假設我開一個 Word 開一下 開一個Word 那麼 在Word那裡 我們就 Insert Insert Picture This device 這樣 然後我們就去選擇 我們有的那個圖 它叫做EMF 這個就是Drawing EMF 你看到它看不到SVG 沒有辦法 它真的看不到SVG 看到EMF 就可以了 你按回這個EMF 它就會是 投資的圖很帥氣地出現了 你印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其實它放到很大也好 它是超級精細的 因為Word是把它看成一個 Rectographic 不是普通的一張相片的形狀 印出來 是會比起 你用PNG 多少DPI 都會更加漂亮 OK 這個就是那個情況 你進來之後 它的長度大小 其實就會 是一模一樣的 看到Picture Format 這裡 是4.4cm x 6cm 同樣的 你可以把它 用不同的對齊方式 動來動去 都能夠做到的 這集就開始太長了 先講到這裡 下一集先正式講 Rectal Linear Figure 如何畫法